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直播 這個討論會 我們開始的時候是有一個姐妹有一個回應的 你講一講吧 OK 是的 想問很多時候 在教會可能的工作比較多一點 很多時候形成自己會緊張 我知道又不太緊張的話 現在就得不到那個果效的 所以就問問牧師怎麼可以做得好 做得到 嗯 是 因為今早我剛剛自己有分享到一個情況 就是我自己因為都是時間有點趕的 那我要快快手 但是呢 我也是保持心裡面的興省 為什麼我要保持心裡面的興省呢 因為當我心裡緊張的時候呢 我就不能夠活出神的 祂的恩典祂的計劃 神的本性 就是說我們呢 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說神掌管一切 我們只能夠做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不需要背著淡紙 不需要煩惱 但是這件事 就是說 不需要做到 不需要煩惱 還有做到沒有煩惱是兩回事來的 那為什麼很多人很難做到呢 這樣就因為呢 很多時候人呢是會用了人的普通的思維 就是說呢 有困難的時候就會緊張 急的時候要緊張 那我有一句說話就是神教導我 我又提自己的 我們可以快而不急 就是有時候呢 譬如我今早是需要快的 但是我學習不急 那怎樣快而不急呢 就是我要快快手手做很多東西 其實我開始 網上這個討論會的直播呢 是要做整個十個步驟的 那我要煩惱手手 還有我已經寫了一個名單的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那我寫完這個名單呢 我就跟著去做 那但是呢 是有時是會脫漏的 那有時心急的時候呢 是會 就是心會急呢 就反而有時會有點亂的 那我就提自己呢 輕鬆一點 輕鬆 就是你急不代表會快到的 是可以快而不急 那 譬如我用一個比喻 打球這樣 打球是要很快的 但是呢 是 如果急就會打得不好的 是要快而定的 很鎮定 那在事奉的時候 我們也都學習 就是雖然很多人要做 但是呢 我們都是快而輕鬆的 就是不要背著一個淡子 不要背著一個壓力 不要吹逼自己 就是輕鬆鬆的去做 好了 那我先說回 就是先說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呢 當我們有些事情要做 有很多人要做 那就是心裏面很急 那麼我們怎樣處理自己的內心世界 不急呢 就是我們告訴自己 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只能夠一個時候做一樣東西而已 我越急就越做得不好 我只能夠是做好現在這一樣 輕鬆一點做好這一樣 那跟著呢 做下一樣 我們只能夠這樣而已 那我試過有一次呢 在一個周末 我是有四五篇到要講的 那當時來講呢 我還在寫第一篇 但是跟著呢 有幾篇的 那我心有點急 那我就提自己了 我越急我越寫不到 那我就輕省一點 輕鬆一點 那我反而還快點寫到 我只能夠做到的就是 現在寫一 就是一個時候寫一篇 寫完再寫第二篇 那我提自己 那我就發覺可以做到的 就是當我們有這個知覺性 和有這個熟靈的力量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如果沒有這個知覺性是會做不到的 就是眼前很多東西做 心很急死了死了 怎辦呢 怎辦呢 這麼多東西做 做不完 怎辦呢 這樣沒有這個知覺性 和沒有一個觀念是可以處理到的 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觀念 那個觀念就是說 我是可以處理到的 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從神得著能力去處理 但是如果第一沒有知覺 就是不知道現在我的心很急 就是有時候人家說 那誰人都知道的 但是很多人在心急的時候 他只是在那裡急 但是他沒有知覺性 啊我現在是在急著的 我現在很在心裡面有些煩躁 我呢有些亂啊 就是很多人不會這樣的 他只是覺得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做 你不要吵著我 我現在很多事情在想啊 搞不定啊 他只是那個思想呢 就是在他現在面對著的東西 他並沒有知覺他自己發生著什麼事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就是知覺 咦我們現在在那裡 有很多事情做 我現在在急著 好心急 好了 那我們下一步呢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思維啊 有這個信念 我是可以 就算很急 我只能夠平靜地去做 現在平靜地去做呢 所以呢 輕省地做呢 就效果最好的 那我可以告訴自己這個意念 那有很多人呢是沒有這些意念的 他就覺得 很多人做 死了死了 怎麼辦怎麼辦 那他呢 就越急越做不到 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意念 就是說呢 是可以得的 可以就算我要快 我都可以平安輕省的 這樣子的時候 心有這個意念 又祈禱呢 神啊給我平安的心 輕省的心 這些事工是你的 我交在你的手中 我不用急躁 我不用忙亂 我輕輕鬆鬆 專注在做這件事 好像沒有其他事情需要做 這樣的心態 就好像呢 其他事情都不是現在需要做 我只是需要做現在這樣而已 我們就專注在這件事 好像現在只是需要做這件事 這樣的心態呢 這樣輕鬆地去做呢 也可以幫自己亨一下歌 亨一下歌呢 這個人就會輕鬆一些了 這樣就能夠做好第一樣 這樣做好第一樣 就可以讚一下自己了 那就是主 我現在有進步了 我可以輕鬆做第一樣 那我又可以輕鬆做第二樣 好了 那這個意念呢 就是可以應用在我們生活上 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首先再講一點 我們有這個知覺性 不代表我們做到的 這個是需要學的 所以當有時我們很急的時候 很多事情做的時候 我們就學習在那時候去聽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輕輕鬆鬆 好像只是眼前 只是做一件事這樣的輕鬆 亦都習慣第一件事就是說 任何做任何事的時候都輕鬆 都想著耶穌 都在那裡愛慕耶穌 這樣呢 我們就能夠養成了這個習慣 也都學習到這個能力 在任何時間 做任何事都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一直想著神 想著神的恩典來做事 這樣的時候呢 人們就時時有依靠神的心 就沒有那麼容易亡亂了 好了 這個這樣的教導可以應用在其他地方各方面的 很多人為什麼有情緒問題 第一 他沒有知覺自己有負面情緒 那有些人說 怎會啊 他明明在那邊懶惰的 為什麼他沒有知覺啊 有些人會這樣的 你說 為什麼你罵我 他說我沒有罵你 為什麼你發脾氣 我沒有發脾氣 他以為他沒有發脾氣 但是其實他的聲線呢 是很高的 他的聲量很高的 他是很猛的 他自己不知覺啊 那就是他不知覺 他自己發生猛症 他不知覺自己在那裡說話呢 是沒有理由的 是亂弄的 是沒有這個知覺性 第二呢 就是有些人呢 是沒有這個觀念 我怎麼去處理啊 就覺得呢 處理不了的 有情緒 有困難 當然是不開心啦 就是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當然是不開心 在這樣的情況 我只能夠有一個選擇 就是不開心 就是有些人呢 就會有這個 這樣的信念 他就覺得呢 是一定會不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呢 他呢 就會呢 就是在 就是有個信念就是 我一定要不開心 我沒有辦法出得來的 我只能有一個選擇 就是不開心 那這個就是他的信念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我們的信念 就是說呢 我是可以 告訴自己 不用心急 不用懶惰 不用不開心的 我可以平安 可以輕省的 我可以 就算別人對我不好 我不死得的 別人害我 不代表我一定要被害的 受害的 我是可以不介意的 這個信念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有這些信念 就是說 我靠著耶穌 凡事都能做 我可以不受環境影響 不受人影響 可以平安 輕輕鬆鬆 那我希望大家都 我們都學習到處理 任何的問題 就是說 任何時間 我們有一些不自覺的情緒 或者不自覺的思維 有些不自覺的行動 我們知覺到之後 我們就去學習處理 這樣我們整個生命 就可以提升了 那希望大家都明白這個觀念 然後呢 就能夠應用出來 這樣呢 神呢 就歡喜了 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我們 讓我們整個生命都提升起來 這個刻意處理生命 有能力處理生命 處理任何的問題 即使在當時很急的時候 很多事情 很多被攻擊的情況之下 都依然說不要緊 不需要 譬如四面受敵 寶羅所說 同時有幾個人在攻擊我們 我們就說不要緊 神會保守的 我逐樣逐樣處理 首先我處理我的內心 然後我處理我的內心 不受影響 然後我就逐個逐個人去處理 怎樣處理他們對我的誤會 或者是攻擊 有時候有些攻擊 我們都不能處理的 只能夠接受 但是深信神一定會保守的 OK 好 我們現在就祈禱結束 一起祈禱 親愛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聰明 在一切的困難之中 在一切心急的情況 我們都平安慶省 靠著耶穌得勝 耶穌是作王的 耶穌是作主的 我們靠著耶穌 凡事都能作 我們不一定要受情緒的影響 不一定要受我們環境的影響 我們可以靠著耶穌 任何時間都得勝的 多謝天父 神賜給我們平安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我們可以得勝有餘 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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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настолько天主 三יך 不再思議 出 strip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